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一个小的少少民族 但是影响巨大 感觉上是美国最重要的这个种族 就犹太人 犹太人虽然只有600多万人在美国 和华人差不多 和合法的华裔差不多 然后算上非法移民 这个华人远超过犹太人 因为华人在全世界十好几亿 犹太人在全世界只有1000多万 1400万代表 但是将近一半都在美国 是美国犹太人 美国犹太人是有无数可讲的 但是我还是秉承小说的原则 就是我们不大说 如果从犹太起源什么这 那可没完没了了 大屠杀等等 迁徙颠沛流离 这都不讲了 因为大家随便查资料都能查到 今天重要的要讲的就是 其实还是跟以前的小说讲 就是我个人的观感 我个人的接触到的犹太人 以及个人看到的想到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犹太人是我们人类的精华 对我们人类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民族之一吧 从哲学到科学 从经济到艺术 什么叫精华 就是我们自己中国人就要说 就是天狱 就是老天要给你最好的东西 一定要先折磨 我们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 像犹太民族一样 受过这么长时间的 这么残酷的折磨 犹太人这个 不停地被大屠杀 2000年来 就没战斗过 在欧洲大量的时期 在大量国家都被圈在犹太居居区里 当现在在美国 其实犹太人也住在自己的区里 当然华人也住在自己的区里 在罗兰基 犹太人就住在一个city 叫安西诺 那里面都是犹太人 但是长期以来 犹太人在欧洲都被捐在一个地方 经常国王一缺钱 或者教会一缺钱 或者是十字军要东征 反正就是永远就是你先拿钱 那个你没什么税收什么 税收之外 谁随时向你争粮争钱 你就得给 然后犹太人一直以忍辱负重 而且对所有民族特别谦卑 特别好的形象出现 一直到二战的时候 被人屠杀六百万 被屠杀六百万 犹太人大家可以看到 在二战的时候 在纳粹铁蹄下的每个民族都有游击队 都有反抗的 就包括南斯拉夫 包括乌克兰 包括波兰等等 犹太人速守旧旧旗 六百万犹太人速守旧旗 就被赶羊一样赶上了火车 然后就拉到了各个集中营里 排着队进途即使 然后就这样逆来顺受了 一旦有了祖国以后 焕发出那种举世罕见的勇气和战斗力 四八年以色列成立的时候 全世界犹太人是哭天磨泪 以色列扛着枪拿着刀 就上岸就开始打 因为那块地方只是联合国拨给了犹太人 但那块地方住的全是阿拉伯人 以色列的这国家成立 就是一条一条船冲上海滩 大家拿着枪拿着炮 下来打下来的这国家 今天犹太人给人什么感觉 就世界第一能争善战的就是以色列 世界第一能打的军队就是以色列军队 以色列军队独立跟二十多个阿拉伯 干了几十年 几乎就没败过 到今天摩萨德也是全世界最 最被传送的情报机关 然后以色列的特种兵也都被全世界传送 所以以色列空军创造的那个世界记录 简直难以想象 就是有人叫第五次中东战争 有人管那叫黎巴嫩战争 什么82年那一次 以色列空军创下击落敌击 八十架七十架 每次空战自己零损失 超牛记录 就是世界空战史 连我军高尚镇的飞行员 在那个朝鲜战场都没有这么悬殊过 被美军打 那就是那个素质之高 当然每个人都是毕童骑士 下了班就可以服役 然后每次打仗都是 因为以色列纵身特别钱 那么小一个国家 特别特别小 然后一打就打穿了 恨不得 但是以色列永远能在 被突然袭击之后 一两天之内 马上所有全部男人就上前下了 马上就能组织反击 当然了 美国这种强大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 其实犹太人最重要的是在美国生了 如果没有在美国生的犹太人 最终其实不会有以色列这国家的 以色列这国家第一任总理 梅俄夫人 就是一个美国犹太人 她是在 她是在 Milwaukee Milwaukee大家知道这地方 米尔沃基 因为一剑连大家知道这地方 在美国最北边一个 100号公路 那里特冷的一地儿 但是那有一个不明的就是哈雷摩托 当然还有梅俄夫人 就是美国犹太人 Milwaukee人 美国犹太人 保卫以色列的决心是全世界最强大的 就是 第一他们的实力强大 美国有600多万犹太人 刚才说了 其实跟华裔差不多 但是他们所掌握的资源 可远远远远远超过华裔 华裔的600多万人 主要都在 做些高科技的事 做数理化 再低层的一点就是买卖保险 买卖房子什么的 这600多万犹太人在美国 他们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 是美国平均比的五倍 他们是美国受过最高教育的人种 他们的人均收入是美国人均收入的大概两倍 然后他们几乎掌握了美国除了政治以外的 所有的所有的东西 美国三大广播公司全是犹太人办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ABC NBC跟CBS 这都是犹太人办的 就是美国广播公司 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这都是犹太人办的 所以我觉得CNN后来能出点头 也是因为这个 因为它不属于那个团伙 美国那些大报纸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什么 这都是犹太人办的 大家知道好莱坞就是几乎就是犹太人天下 好莱坞的大电影公司六大电影公司 其实除了原来的哥伦比亚现在的索尼以外 其实全是犹太人的公司 这个MGM是就是米高梅 这三个人留俩是犹太人 华纳兄弟 华纳兄弟就是犹太人 然后派拉蒙的创始人是犹太人 这个福克斯听着名字就是犹太人 其实你听到叫什么 什么什么布尔格斯比尔格斯比尔伯格 什么索德伯格什么扎克伯格 这伯格是一定是犹太人 然后听到叫什么什么 物就是什么什么 我们反正什么什么维茨 这一定犹太人 什么什么ski 就是什么什么司机吧 然后有大量的是犹太人 这个少数不是啊 伯格维茨 还是犹太人的名字好听 比什么汤姆啦 杰克啦 翻身多啦 这些不是命 是心 在德语里 伯格的意思就是散 为此的意思呢 是智慧 犹太人起德国名字 更翻身啦 这个 哎 都是眼泪啊 十八世纪以前 犹太印根本没有心 比如说 圣经里面提到的那些犹太印 所罗门啦 大威啦 都是命 那当爹的多没成就感啊 然后十八世纪呢 欧洲各国为了痛化犹太印 恰之他们必须用心 谁敢不用 就东道东向 这 这 这有那么严重吗 哎 你姓什么 李啊 你敢姓王吧 那不行 一个道理啊 而且啊 你一会欧洲各国当官的也腐败啊 趁机一落右损 你要愿意储钱 你就可以心 茉莉啦 没话啦 你要储不几千啊 那不好意思了 亲爱的 说不以后 存了脑袋先生 太缺德了 还有一点犯圣经骑兵 干到哪一 第一个词就当兴了 啊 那万一第一个单词是死 那就赞你倒霉了 学压李贵定 右台印只能从白色 黑色 大地 小地 四个车里跳一个 哎 小方 你是不是有右台血统啊 为什么 你不姓小吗 讨厌 我姓李 逃婚 辞职 离家出走 我要重新找回自己的青春 何东的故事 从北京青年开始 出生 上学 工作 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从未离开过北京 为了爱情 我逃离了这座城市 何西的爱情 从北京青年开始 海外留学 再与归来 我要用知识 创造财富 河南的创业之路 从北京青年开始 有人说我是高帅富 有人说我是古货仔 逝去的青春 我重来一次 河北的成长 从北京青年开始 ities 然后 然后 犹太人掌握了美国几乎所有的宣传喉舍 然后华尔街一半经营是犹太人 掌握美国的经济喉舌 犹太人办的银行大公司 那是占到美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地位 差不多三分之一以上的美国议员福音都是犹太人 有十多个参议员在参议院里 大家知道参议院的权力比众议院大很多 在美国的政治上 因为参议院是保障美国各州 美国是个州权很大的国家 是联邦制的国家 所以州的权力很大 参议院就是代表各州的 每个州不管大小两个参议院 就是代表各州平等是权力第一大 众议院是代表人口 按人口比例来的 那个是 但是为了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吧 所以不可能众议院权力更大 那不然的话人多的州就能欺负人少的州 所以参议院是最强大的美国的权力中心 那参议院一共一百个参议员 然后犹太人占十多个 众议院里数十个 犹太人在美国有强大的团结的 各种各样的院内院外经济媒体 美国的媒体 只要以色列有一倍恐怖袭击了 那简直是铺天盖地的新闻 就死一个人都是大新闻 就没事就在电视台 就天天以色列被人炸弹 其实就死一人 或者是被 但是以色列怎么杀了伯人 这不报道 这不报道 除非是严重极了的事件 CNN会报道一点 就非犹太的媒体会报道一点 但是大部分犹太媒体都是非常有倾向性的 在其他地方可以公正 民主自由什么这没问题 大家都一样 都是一定要民主平等自由 但是唯独就在以色列这问题上 犹太人这问题上 那是毫不犹豫的就是一边倒 就是犹太人不能说犹太人不好 所以就可见犹太人对美国的政治的左右 每次总统大选的筹集的竞选经费里 差不多80%的犹太人给的 而且叫务求必成 就只要犹太人支持了这个总统 他务求必须当这个总统 因为他们支持总统一定是已经清楚的 主要这总统是亲以色列的 所以他一定 美国总统可能有民主党的共和党的 当然普遍犹太人的选民是民主党选民 但是共和党上台也没关系 因为只要这个总统 整个政策是亲以色列的 再加上他的媒体有强大 总统靠什么当选 第一钱第二媒体 对吧 你挂好钱你不能上街发钱 说十个钱选我一票 你还是得拿钱在媒体上 进行各种各样的造势竞选活动 犹太人掌握了钱 掌握了媒体 掌握了美国最重要的命脉 所以犹太人在美国是非常强大 但是犹太人从来不当大官 就是没当过总统 也没人选你当总统 就美国人民是 虽然犹太人有钱 有钞票 有选票等等 这些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当总统 因为总统必须 就之前讲过 必须是个WASP 必须是个因爱意义的白人 当然现在有了奥巴马 但是他也是基本上是WASP的世界观 犹太人最多就是当一堆国务卿 国务卿很多都犹太人 因为要出主意 聪明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基辛格统治就是犹太人 然后奥尔布莱特也是犹太人 然后克林顿时期 犹太人曾经占到六个最重要的内阁成员 都犹太人 但是这些都不是民选的 这些都是总统任命的 总统要任命聪明的人 但是美国人民民选的时候 美国人民对犹太人掌权还是有疑惑的 所以最多做到十多个参议员 几十个重演 但是这已经很重要了 这已经能够相当成为左右美国的政策 并且犹太人有强大的院外游说集团 就是出巨大的钱 因为美国是一个游说的国家 就是美国还有游说法 这之前第一期小说就讲过 他们强大的游说 就是游说这个国会 就是说以色列是正义的 以色列是可怜的 并且 以色列是应该保护的 不光是我们犹太人有钱 你欺负 以色列被欺负了 犹太人就不选你了 不给你钱了 还有各种好的原因 比如说有以色列在 美国有个桥头堡 可以控制中东石油 有以色列在 美国可以试验自己新兴武器 因为以色列天天打仗 所以美国很喜欢以色列 去试验自己的武器 因为美国不能天天拿出最强武器 就是没有对少爷到处打仗 但是以色列老拿着美国武器 东打西打 以色列改进美国武器的能力 比美国人还厉害 因为他第一 工程师多 犹太人聪明 第二他有实战经验 他一边打一边改进 然后美国再把这经验吸收回来 继续改进 思想界几乎就是犹太人的天下 这个犹太人是替全世界思考 所以思想界这个 我来说三个 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从上帝能思考之后 最能思考的三个人 这都是犹太人 这个就是爱因斯坦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 我个人想 有一天突发一个奇想 我说 这个当年说犹大出卖了耶稣 所以这个犹大是一个有原罪的人 但是这三个犹太人 这个最终 他不是出卖了上帝 他是证明了没有上帝 这是我个人看法 就是因为上帝能在哪待着呢 你可以想一下 首先在空间里 空间里天上有个上帝 爱因斯坦这相对论证明了 空间是什么 速度 质量 等等 实际上是证明了空间里没有上帝 因为你证明了所有的空间 相对论其实证明了空间里的 所有的形态的存在 那就空间里没有上帝 上帝还可以在哪待着呢 可以在人心里 是吧 空间里面 人心里有嘛 又来一个犹太人 叫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证明了人心里 是什么呢 是叫什么 之类的 这种东西吧 于是弗洛伊德同志证明了 人心里没上帝 心里是那些烂七八糟的东西 利比多什么之类的 那他上帝还能在哪呢 天上没有 心里没有 好 历史里 那又来犹太人叫马克思 马克思证明了 历史是生产力 数量关系导致了 推动的 那其实也不是上帝 所以这三个犹太人 分别从天上没有 心里没有 和历史里没有 证明了这个 没有上帝 我说这不就是犹大吗 这最后还是犹大出卖了上帝吗 但是这我 仅是我个人观点 我个人观点 个人观点 你介绍宗教问题 我是尊重所有的宗教 我觉得宗教是个美好的东西 但是我举这三个犹太人的例子 就是说他们的思考能力 就犹太人等于是 在并列世界智商最高的民族之一的犹太人 是干出了这些伟大的思考 以及得过一百多个诺贝尔奖 这个另一个并列这个世界智商第一高的民族 就是汉族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智商是平均智商应该跟在美国测出来啊 华裔的智商是和犹太人是并列在美国第一高 可是我们好像才得了 人得了好像一百三十多个诺贝尔奖 我们好像才得了 差不多是那一百三十几个领头 然后那种就那种旷世大思想家 像 埃斯坦因不光是科学家 他相当于是个大思想家 弗洛伊德什么等等 或者像卡夫卡这种 就是革命性的这种文学的巨匠 然后等等 好像我们 虽然智商并列第一高跟犹太人 但是在这些贡献方面 给犹太人是没法比 所以在美国的华裔的社会地位 华裔对美国整个的影响 对美国政策的影响等等等等 都跟犹太人不能比 都是人 我怎么就没有犹太人聪明呢 你呢 犹太人做做太教 孕妇都做苏学题啊 我妈还我的时候还每天唱金剧呢 也是太教啊 那个血雨也能促进支离啊 犹太儿童都懂三门语言 西伯来语 阿拉伯语 和英语 我也会三门语言啊 普通话 四川话 四川普通话 谈告亲 拉小弟亲 是犹太小孩的逼旧课 按照犹太科学家的观点 应约能刺激大脑活动 我小时候吹口琴得过全校一等奖 犹太儿童还参加经济体育 比如说 贡献和设计 犹太人觉得 这可以训练他们冷静 赚助 我小时候打弹弓 比脑海还准呢 呃 那个 这个 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不聪明 呃 还有一种有正义的说法 犹太人的聪明 是一种病 啊 说说 几乎大学出版社 法兴敌 社会社会科学杂志 斗出一篇文章 所有犹太人的聪明 全一种 导致神经疾病的遗传基因 哦 耶 太棒了 你确定听懂了 管他呢 反正我明白 聪明是一种病 我没病 呃 这个 啊 然后美国对犹太 这个以色列是 我都觉得不能叫援助 相当于是大规模的国家财产转移 就美国每年 以色列是个富裕国家 它不是个穷国 啊 因为犹太人本身 他就很能 很能奋斗 但是美国每年 给以色列援助 是全世界第一个 美国这个 成千上万亿的 美国以军事援助 经济援助 各种各样的方式 向以色列转移 当然了 这些钱也都是犹太人 在美国创造出来的啊 所以给以色列也理所应当 然后打仗的时候 那就不管不顾了 就四次中东战争 那美国都是 所以没有人打败以色列 因为四次中东战争 有两次是以色列大胜 有两次是以色列先败 但是你败你灭不了它 因为美国立即出动 所有能出动的 美国当时打到最激烈的时候 阿拉伯国家都直接 就是先付款 也甭管什么武器了 给苏联 说苏联就钱都各以那儿 沙特拉伯什么那些 富的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国家那时候 团结起来打以色列 就是钱都先扔你那儿 然后就你赶紧要什么武器 叙利亚埃及要什么武器 约旦赶紧给什么武器 那苏联那儿 这个那个 美国直接就把美国 现役战斗机 直接就把机灰 图成以色列那六角 直接由犹太裔的美军飞员 直接就架势飞到 以色列参战去了 然后中间还曾经出现过 这个第四中毒战争的时候 出现过最激烈的时候 苏联的空降师 都已经向南部集中 就是准备 准备大干一场 那美国立即全球一级战备 所有舰队驶入地中海 就说苏联你给我停 你敢威胁以色列 我就跟你拼了 以色列虽然不是美国的一个州 但是美国还没有哪一个州 想说过就是美国对以色列 这么那个就是不顾一切的 就是跟你拼了 因为美国每个州 你要政府对某个州太好 那不可能的 因为美国是平等的国家 各个州一样 但是唯独对以色列 这个不遗余力的支持 就是留学也可以 花钱也可以 甚至不要脸也可以 就明明知道以色列不对 确实屠杀了阿拉伯人 但是我就要否决你谴责他的协议 当然这节巧了 你说这个 这个伊斯兰教圣地 跟犹太教圣地 是同一个地方 耶路三浪 所以这个矛盾是永远没法解决的 就是咱俩这圣地只能属于一方 一切两半也不敢 都要是我的 就是就在美国看到一个研讨会 研讨会上面呢 坐着犹太的学者和阿拉伯学者 穆斯林学者吧 都是学者啊 很宽容 两边在谈说 犹太人就是以色列吧 我说阿姨双方 或者犹太人跟穆斯林 怎么才能和解共生 怎么才能创建一个和谐的世界 两边学者下面坐的全是 一半是以色列 就是犹太学生啊 当然都是美国长大的犹太学生 不是以色列人 坐着一半穆斯林 这些穆斯林大量的 也是美国长大的穆斯林 就在美国的大学里做研讨会 我最惊诧的是 大家谈完了以后 谈得很好 听得还有道理 就是大家怎么和解共生 说主持人要求在座的 大概有上千个听众 就是来自于犹太跟穆斯林 这两个民族的 说我们来表决一下 我们说主张 对方战斗的 就跟对方战斗死磕到底的 和主张和解的 大家举手 结果当时我极为震惊 就这个底下坐的两边的人 差不多是99%的穆斯林 坚决要求战斗到底 只有1%的人说 那和解和汉莱失调出路 犹太人那边也几乎是 就是100%的犹太人 根本就不打算跟穆斯林和解 就坚决要求战斗 而且当场就吵起来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 穆斯林里边战绩一个年轻的姑娘 英文说的好一听就是美国长大的 然后那种就恨不得铺上去 那个要撕咬 这边犹太的学生也都群情激愤 然后学者们在上面看着 极为失落 因为学者们说了半天 两个民族如何和解共生 然后两个民族的下一代 就是这些刚上大学的大学生们 然后群情激愤要求战斗 虽然是当作一个美国少人民族之一讲 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颠沛流离 受尽苦难 最后焕发出最强大战斗力的 这么一个民族 还是值得尊敬的 虽然它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就是今天其实很多美国人也认识到 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很多做法等等 但是虽然说是为了生存 但是实际上很多是不公正的 也违背了美国本身立国的自由平等的原则 但是我是这么想 就是说一个拥有全世界最高平均智商的民族 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生生不息的民族 他只做了几十年可能不太对的事情 他一定能较证自己 他一定能找到一个最智慧的办法 和全世界和阿拉伯人穆斯林平等相处 就像过去的两千年 犹太人在全世界的每个地方 和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和中国人 和每个民族和睦相处 就像他们今天在美国和所有的民族和睦相处一样 一个伟大的智慧的民族 是一定能找到出路的 好 今天犹太人这期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是四伯爷的 一千年 开始的开始 是我们成功 是我们成功 是为理 好中 向苦琴的丽童 从前到天到 下天与 有人大声哭泣 走不开 摔摔到 好 好 就像妳一樣 我 在那白頭的春天 只要一次 注視我 注視妳的夢 誰讓妳的夢 誰讓妳的夢 讓我一生中常常追 給大家 最後給大家變個小魔術 大家看這是一扇子 後來它 變成了一本叫《如喪的書》 神太太不要臉了 謝謝大家